本视频解释阐明了如何使用彭曼蒙特斯组合方法计算蒸发量 与原始的彭曼模型不同 在彭曼蒙特斯模型中 传致蒸发率是根据物理原理计算的 本视频给出了一个说明性的例子来阐述计算过程 使用彭曼蒙特斯在线计算器进行的在线计算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原始的彭曼模型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 其中总蒸发率是通过衡量计算由近辐射引起的蒸发率 和质量传递引起的蒸发率得到的 如下所示 传致蒸发率Ea可通过经验传致公式计算 在彭曼蒙特斯模型中 传致蒸发率Ea可通过物理原理计算 单位维度移制到彭曼蒙特斯方程的原始形式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A的-1次方为外部电导 其单位为厘米每秒 公式2以蒸发率的单位表示为 公式4为彭曼蒙特斯蒸发模型的表达式 在零摄氏度和海平面大气压下的干燥空气密度为 Rho Ad等于1.2929千克每立方米 湿涨空气密度 湿润空气的密度Rho Ad可以粗略估计为 例如在20摄氏度和海平面大气压下 也就是标准大气压下 Rho Ad等于0.0012046克每立方米 在0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 潮湿空气密度 潮湿空气的比热为 Cp等于1.005焦耳每克每摄氏度 转化为卡路里为 Cp等于0.2402卡每克每摄氏度 公式4用蒸发单位 厘米每天可表示为 公式6可以更简便地 用彭曼公式的形式表示为 结合公式6和公式7 由质量传递引起的蒸发氯位 化碱公式8可得 其中k为随空气温度和大气压强而变化的常数 单位为秒每天每毫8 其表达氏度 其表达氏为 在公式10中 rho a cp rho lambda以及伽玛的单位均与公式2和公式4相同 湿度计算常数伽玛 单位毫8每摄氏度可表示为 将公式11带入公式10可得 其中常数k的单位为秒每天每毫8 将rmw等于0.622带入公式12可得 常数k的单位为秒每天每毫8 当气温为20摄氏度时 在标准大气压下 rho a等于0.0012046克每立方厘米 rho等于0.99821克每立方厘米 p等于1013.25毫8 因此公式13中的常数k等于0.064秒每天每毫8 公式9可化解为 外部阻力或空气动力阻力 rho a随表面粗糙度水土壤或植被的变化而变化 与风速呈反比 换句话说正如道尔顿最初假定的那样 外部阻力以及蒸发率随风速的增加而增加 从开阔水域蒸发的外部阻力可估计如下 在2米的标准高度下 用于测量以米每秒为单位的风速 温度和湿度的参考农作物 高0.12米的修剪草的外部阻力ra为 例如当风速V2等于200千米每天 等于2.31米每秒时 参考农作物的外部阻力或空气动力阻力为 内部阻力或称为气孔或表面阻力 rs 与叶片面积指数 l 乘反比 表面阻力的经验关系视为 叶片面积指数 l 与作物高度 hc 相关 修剪过的草的叶片面积指数为 由公式18和公式19可知 参考作物高0.12米的修剪草的表面阻力为 rs rc 等于69.4秒每米 木序的叶片面积指数为 由公式20可知 作物高度 hc 等于0.3米的木序 其叶片面积指数为 l 等于3.69 由公式18可知 木序的表面阻力为 rs 等于200除以3.69等于54.2秒每米 使用彭曼蒙特斯法计算4月份参考作物的蒸发率 气候条件如下所示 气温 ta 等于20摄氏度 近辐射 qn 等于550卡每平方厘米每天 风速 v 2 等于200千米每天 相对湿度 phi 等于70% 假设气压为标准大气压 饱和蒸气压梯度为 以蒸发率的单位表示的进辐射为 由公式16可得参考作物的外部阻力为 由公式16可得参考作物的外部阻力为 由公式11可得湿度计算常数 由公式11可得湿度计算常数 由公式11可得参考作物的外部阻力为 由公式14可得传至蒸发率为 由公式7可得总蒸发率 由公式7可得总蒸发率 E 等于0.644厘米每天 4月份的蒸发率 4月份的蒸发率为 E 等于30 x 0.644 等于19.32厘米 使用彭曼蒙特斯在线计算器计算 得出的结果为 参考作物的每日蒸发率为 0.644厘米每天 参考作物的4月份总蒸发率为 19.32厘米 这些结果与之前手动计算的结果相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适竞